A股别慌 天没有塌下来啊 上证选手3200点释放了何种信号 我再次提醒两亿股民朋友们啊 人要懂得珍惜长远眼光 而不是因为一些短暂原因导致的下跌日 我依然要告诉你们啊 守住黎明之战 金九云是行情 明天正式开启 超跌反弹也将再次冲刷散户情绪低潮的问题 既然周三咱们没有等来大展啊 那么周四就不会黑 打脸也要刷啊 我不会给你们在这个位置看空 我更不会在意眼前得失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刻啊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2022年下半年的大反弹浪的开启 并且3700点之前 要懂得守住波浪大行业的短暂得失 耐心看完这段视频都会给你打啊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啊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果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三收平复盘的走势预判内容 首先在分析明天乃至近期A股走之前啊 咱们先看一下上证创指大盘 对于今天来说啊 A股市场走的依然不好啊 而且军事结局形成一个很大的跌幅 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啊 今天打脸了 而且打得很厉害 因为昨天我说今天是阳线 但是啊 我再次提醒 对于霸道股评来说 我不想做那种甘于望风使舵的股评员 我要做的就是该去每天分析大盘到底怎么走 而且中长线来说啊 我这里绝对不松 我要永远给你们这个位置的决心 乃至耐心 告知你们下半年一定是一个上供的模式 无论有多少人现在特别的难受 起码霸道股评这里 你休想听到任何的看空 而且啊 我再次想 霸道股评要做的什么呀 要做的是让你们从一个超短 那种基本上啊 所有投资者都容易亏损的市场 变成中长线 在形成一个价值投资之后 安心等待拉升反弹的过程 这个目标也是我做自媒体 乃至说我做股评员 该去做的事情 而并不是因为一个短暂的A股市场走势 就让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们这样属于一个不会投资的股民 而且大家注意啊 今天上证有几个比较大的信号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斟酌一下 这是不是即将反弹的一种信号呢 咱马上分享啊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签了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平天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咱们继续往下说 对于今天来说啊 为什么形成下跌 中午已经说了啊 什么巴菲特呀 减持了比亚迪 以及说美联储加息的事件 依然在侵扰着咱们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人民币汇率今天是没有形成一个下跌的 它是一个上攻阶段的 所以就能看出啊 人民币在破七附近的位置已经开始形成什么了 开始慢慢的缓速再向上了 咱们先看一下上证大盘啊 对于今天来说 我再次想啊 这个粉色方框 我已经多次说过了啊 只要不跌破这个粉色方框 一切的震荡盘都属于什么呀 减仓期 而这个粉色方框是什么呀 是315点到3300点 无论你们愿不愿意听我这句话啊 起码你们要记住 只要说没有跌破粉色方框的话 那么A股市场一个良性的中长线投资 还是要向上反弹的 只是这个位置又在做什么呀 就是一个箱体 对不对 这种箱体 我希望大家注意啊 要看清A股市场在干什么 只是形成了一个因为国际利空 导致市场有一些波段性回踩的过程 这个过程 其实按照理人来说啊 超短派 我已经多次说过 确实是不舒服 但是中长派 你们要把握住居域 这种位置给你们的都是敢于潜伏 在底部等待 后面拉伸过程 这个收益的过程 而且大家看 对于今天来说 A股市场是显首3200点的 最终结局收在了3202点 这代表什么呀 其实非常明显了 代表的是 A股市场这个位置 依然不想跌破3200点 而且啊 这个3200有什么好处啊 一定要注意啊 其实在近期啊 有两次比加大底部在哪里啊 都在3199点 那么今天呢 再次跌破之后 又收回来了 代表什么呀 其实这有点三底的结构啊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三底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 现在正在形成一个 对3200点的什么呀 一种回踩模式 但是如果始终不跌破的话 这个位置将再次反攻向上 而且今天啊 这根K线图 一定要切记啊 所有该恐慌的投资者 基本都会流出 那么现在如果说 位置是向上攻击的话 那么主力洗盘的动作 也已经基本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时刻了 所以一定要切记啊 如果说主力为了洗盘的话 切记 今天属于一个终结日 而且一定要注意啊 正好还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就能看出啊 9月份 10月份 按照理论来说啊 自己想想 现在前面所有的利空 已经全部消化了 无论是啊 半年报的利空 还是说啊 美联储的利空 以及汇率降低利空 甚至咱们经济 从7月到现在为止 这种见底再雄起的过程的利空 那么所有利空 你会发现啊是不是非常明显 就是在下半月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酵 甚至说集体释放的过程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一旦说再次形成反共的话 切记啊通常现实不会变的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往说啊 当然有人说了 上证昨天呢 你给大家分析的是啊 一个三角轨道 马上要形成一个变盘了 而今天这个三角轨道 现在变盘是不是向下了呢 自己注意啊 在昨天我告诉过你们啊 这个三角轨道确确实实 要开始形成窄口变盘时刻了 而这个时刻呢 在今天形成一个绿盘跌破的模式啊 一定要切记 咱们依然要看三个交易日 首先今天3200点都没有跌破 那么也就代表没有形成一个破位下跌的模式 第二点 半年线虽然说今天被跌破了 一定要注意啊 这种模式反倒容易让主力再次形成一个隔日的进攻 代表什么呀 代表又要去争夺半年线了 那么这个区域啊 这么多均线 我再次提醒 一旦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阳吞几阴 那么一阳穿几线就正式确立 技术面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里不是单纯的说 靴子利空全部落地这么简单 现在这个位置也不单纯说 咱们只是预期性的金九银石这么简单 而是你要看清高层现在的扶持 乃至说技术面现在需要一个变盘信号出现了 如果说在周四周五随便两个交易者 一旦把这两根K线图收掉的话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洗盘正式结束 而且所有利空基本出尽 那么9月初就会再次形成一个再次向上的过程 希望大家注意啊 短期不要在乎了 因为短期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啊 而且我再次提醒啊 3200点这个位置 如果说你的仓位比较轻的话 我依然要告诉你们 是可以逢低潜伏的 这里不要惧怕暂时的被套 因为市场永远是在 所有人都去看空的时刻 再次形成一个让你意想不到 甚至怀疑人生的大洋柱 而这个洋柱 虽然说周三没有出现啊 我打脸了 但是你们记住啊 近期一定会出现的 这根洋柱也会塑造金九银石的开始 咱们再看一下创业板啊 对于创业板来说啊 在前面我已经给大家画过啊 A股市场确实创业板啊 前期下跌并不大 导致啊 它是一个强于上升大盘的 但是近期你会发现啊 因为所有赛道板块形成下跌模式的话 最终结决 它这个跌幅啊 已经远远大于上升盘口了 代表什么呀 上升那边的权重 在前面已经下跌了 现在题材赛道板块 也已经下跌完毕了 再加之现在啊 下方还有一根 三点连线的趋势支撑 自己看啊 这个位置又一次明显的正好触及到了 那么这种区域本身就生了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 出现一个金针了 所以总体来说啊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后面的三个交易日啊 能不能出现一个一阳吞几阴的模式 一旦出现的话 那么咱们所有的恐慌啊 可能就是上当了 真的吗 再看外资啊 今天北向资金 自己看一看啊 A股市场如此之不好 你们想一想 北向资金今天又一次当日净买入了79亿 当日净了入115亿 尤其是在尾盘自己看一看 这种模式也代表着说 A股市场外资还在不断的买买买 而且切记啊 确实是今天MSCI啊 中国指数季度调整 在9月1号正式生效 也导致了今天确实有尾盘流入的一些调仓过程 但是有一点啊 一定要注意 业内人士依然认为年内A股市场 甚至退市才好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你对中长派有一定的看法 甚至说 看好咱们A股市场下半年 还有一个 因为经济需要反弹 因为央妈需要降息 这些利好所形成的 再次见底反弹大浪 那么自己想一想 这个位置 该不该去好好潜伏一下 咱们不言而喻啊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都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事更新 早中晚平天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 下段视频再见